1983年,21岁的宋家不顾非议嫁给42岁的张雪金 后来,张雪金患上重病 他直接提出离婚 并说道,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但是你现在生病会传染给我们 为了女儿着想,我们离婚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一次活动上,宋家见到儿时偶像张雪金 当即就被他儒雅的气质和谈吐所吸引 两人还互留了联系方式 当时的宋家还不知道 其实年轻漂亮的他也早已引起对方的注意 张雪金经常以各种理由约宋家外出吃饭 一来而去之下,两人关系越来越亲近 要知道的是,当时的宋家还没大学毕业 而张雪金是二婚人士 在当时那个年代,老夫少妻可是备受争议的 即便如此,宋家还是顶着舆论压力嫁给了张雪金 当时很多人都怀疑宋家就是为了张雪金的家式背景才嫁给他的 不然谁会嫁一个能当自己父亲的男人 不可否认的是,婚后宋家靠着张雪金的名气 拿到了不少影视资源 那段时间,他们生活非常幸福美满 婚后没多久 宋家也为张雪金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张楚楚 原本就应该如此幸福下去 可一件事情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婚姻 1991年的一天,张雪金家里来了客人 年仅三岁的张楚楚在向父亲索要抱抱时 不小心提到暖水壶 当暖水瓶掉在地上炸开时 张雪金的脚受到严重烫伤 由于下周他就要上台演出 作为一名京剧演员 他不能缺席任何一场自己的演出 为了让脚能恢复快一点 他决定到医院输一包血浆 这样加快血液循环自然能让伤口快速恢复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包血浆彻底摧毁他的人生和家庭 这一包血浆带有原体的柄型肝炎 在当时这个病是不好治 再加上当时由于受到医疗水平的限制 医生也不确定这个病是否会传染 医生建议他们食用餐具分开食用 那段时间,他们每天生活都精心胆战 害怕在无意之间就感染上这个病 当年,张学金不小心感染上饼干 作为妻子的宋家却选择离开 从此背负上自私自利的骂名 女儿张楚楚也因此记恨母亲多年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学金被查出患有饼干时 宋家不惜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 带他到日本治疗 在医院里张学金每天打的针都要一万多 并且每天都必须要打 这样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钱花掉可并依然没有得到控制 为了不被传染 宋家时时刻刻都要跟张学金保持距离 这样的生活状态让他非常压抑 再加上当时的女儿张楚楚才几岁 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总是会不经意间和父亲亲近 宋家看到后总是大声斥责 也会因此和张学金发生争吵 为此,宋家是这样说的 张学金这个病本来就是要避免生气 可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免不了要惹他生气 为了解决这样事情 宋家头疼不已 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 宋家决定跟丈夫离婚 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选择 只有这样张学金才能安心静养 也不用每天担心将病传染给女儿 在宋家看来 如果让全家都染上这个病 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婚后 身边的人都说宋家自私自立 张学金名声大造势扑上来 现在生病了就耍开不理 为了不让女儿深受舆论之中 宋家带着女儿远赴美国 多年后 宋家接受采访时李直气壮表示 不管过去多少年 我都是对得起他爸爸 我没有抛弃他 我做这样的决定都是为了全家着想 就特别对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他 离婚时 家里的两套房产和所有值钱的手势 我都没有拿走 我还要辛苦抚养女儿长大 除此之外 宋家在接受金星采访时 也曾表示即便离婚多年 他依然爱着张学金 还说到其实他比张学金还要爱对方 他对张学金的爱是在偶像的滤镜之上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年 宋家不顾非议嫁给大自己21岁的男人 当张学金病重时 也不顾非议离他而去 还说做出这样的决定都是因为我爱他 结果确实 离婚没多久 宋家在一场聚会上结识张继中的得意子弟于敏 当时两人非常合拍 自然而然就走到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于敏是有妇之夫 为了能和宋家在一起 不惜更造康之妻离婚 在于敏的帮助下 宋家靠着一步扫娘重回事业巅峰 两人在一起三年后 宋家提出想结婚的想法 却遭到于敏的拒绝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俗话说 有美丽的女人从来都不怕没人追 就在此时 一名地产富商蔡成闯进他的生活 蔡成是有名的地产商 他曾和王石创办万科 就在两人恋爱期间 46岁高龄的宋家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张帅帅 这个孩子生父是谁成了当时的关注点 毕竟如果孩子父亲是蔡成 怎么能忍受孩子不跟自己性 但肯定也不是前夫张学金的 毕竟此时的张学金已经再婚 当时宋家在接受金星采访时 被问到这个问题 说你到底有多爱这个男人 年纪那么大了还为他生孩子 甚至不愿公开他的名字 宋家直接说道 我很爱这个男人 爱他胜过爱我自己 但始终没有将孩子生父公布 与蔡成的恋爱告终后 年过半百的宋家最后嫁给了比利时富豪 如今的宋家不仅有钱 有言还家庭幸福美满 反观前夫张学金 感染上肝炎 最后还转变成肝癌 身受疾病的折磨 最后也因为这个病离世 如果说宋家已经从这段 备受争议的事件中成功走出 可对于另外一个当事人张楚楚而言 他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 他一直都觉得是自己导致 父亲患上这个病 也因为自己让父母感情破裂 最为遗憾的便是张学金去世那时 张楚楚正在外地拍戏 没能及时赶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不知道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 宋家是否为当年和张学金离婚而后悔呢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